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奥运会 1980年美国有理治过苏联奥运会 到底李宗盛对于后来的苏联风景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直接可能没有,但是间铁还是有所帮助 那举办奥运会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国家就是蓝海 蓝海1988年举办奥运会 1986年举办奥运会 举办奥运会以后呢 这个加速促进他们的民主化 但我认为说 中国举办奥运会 到时大家也期待说 中共举办奥运会 2010世界国兰会以后 中国会更加速,改革开放 大家期待它 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 那这个希望都全部落空 那现在这几年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从晚送中 然后一百万人两百万人 站出来 一百万人两百万人站出来 但是我得知 通过我和自己认识的 中国学者得知 中国大陆人更不知道 香港一百万人两百万人站出来 他们得到的讯息是 香港在作乱,香港的恐怖主义 在暴动 因为他们用网路屏蔽方式 用大内心方式 连大陆的学者都不知道 香港人一百万人两百万人 把他们站出来 所以他实施国安华 就是借着这个 民主所想着借着疫情 顺势 在香港就推出国安华出来 我对香港国安华的感觉 就是杀人不咋眼 这个杀人不见识 杀人不咋眼 因为他不是直接无力镇压 但是随时可以 想要处罚数就处罚数 想要抓死就处罚数 所以呢 这个大家呢 这个时候 再回头去看到 这个 也许是 东湖 我们就说这个 维吾瓦人受到的 种族媒体这一部分 获得全世界现在非常 大的重视 那么这次呢 大家也重视到 那对于这个 奥运的抵制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 就是 中共在 这个 新疆 就是这样的 东株群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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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实施这个 种族被决的各种措施 那 其实 这几年 我参加海外民族运动 就是说 内蒙古 在中共的国度下 蒙古人 差不多 不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八左右 也就是整个内蒙古 他能占百分之八十几 所以这个里面 已经 现在我们很少听到 内蒙那辈子 事实上 是 蒙古是 更早就被 就被中共把他镇压住了 那镇压了 一百多人 中共根本 不聊一段的眼泪 你制魂 他还要抓 要抓制魂的 心有 台湾一个人制魂 台湾就觉醒了 台湾一个郑南龙 为了主张 台湾自由 制魂 台湾人就觉醒了 台湾就顺利走向民主化了 中共 制魂也没用 刘晓峰被关到时 他还献计了 更早有林昭献计 现在要 刘晓峰 现在张展 也随着他要献计 就是说 中共这样一个政权 可能需要有人去牺牲 来换行人 但是 对中共这样一个 这么样邪恶的 庞大的一个政权 他根本不动于衷 所以我觉得 纵然 抵制奥运 对中共 是不是马上带来 去准化 我不乐观 但也不代表说 不要抵制 因为 抵制的结果 我认为 这次有很大的契机 这个契机 就是 有可能造成 中共内部的政治抗争 因为现在的 全世界已经学习 那我认为 这几年来 最大的变化 一个就是对香港的打压 第二个就是 中共对 这个冬孰决的 种族灭绝被揭露 好 我知道被揭露的 第二个就是 我最近担任 刘晓波认知奖的 刘晓波认知奖 刘晓波认知奖的 评审 我才得知 说 在哈瑟克那边 有哈萨克人 他们 组织一个团体 专门在揭露 新疆受到破坏的状况 所以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注意到 我特别要参加这个活动 我去搜索网络资讯 我发觉 媒体都还没有处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中共对这次疫情的责任 现在很多人 那就是中共 到底 越来越多指向 这不是自然的定乎 应该是实验室流出来 那到底实验室故意还是无意 至少这是人为的定乎 越来越多的倾向 这是人为的定乎 那就实验室流出来 那实验室流出来 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全球灾难 就是这几点分子造成 如果今天 纵然先进民主国家 有这种实验室流出来 大家都有这种自由的报导 也不会去处啊 所谓的吹哨人 那么 不会像现在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个疫情 如果发生在先进国家 很早就控制住了 不会让它变成全球世界 所以 中共竟然 造成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它还要移步吧 你看刚刚开始的时候 它要控制 控制 控制这个 防疫物资 现在是要控制疫苗 好 然后呢 自己觉得它用 它用文贵全钻 就是集权状态方式 把它控制好 再效西方国家 控制都好 因为西方 这些先进民主国家 很没法用 违反人权方式 来控制疫情 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 比较 这一两个月来 比较严重 但是我们也没有去 封 封哪里 因为 你不能为了要救更多人 然后使用这种少数人 多一个人 好 所以我们是用民主的方式 在防疫 那中共当然是保抗党 党都一等地 那所以我的看法是 这一次 这个 对 中共 抵制它 奥运的一个诉求 应该也要顺着 以中共对疫情的责任 比如说 中共病毒 不快疫情造成全世界 政大责任 应该就有 那我个人认为说 现在的抵制呢 还有很多的一道还在进行 因为现在 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 中共根本是比西特勒的右派集权 也严重的政权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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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西特勒的右派的独裁 然后呢 左派的 苏联 这个 史达里 毛泽东的 左派的这种集权 加上中国几千年的那种 那种 投资制处的那种专制 三合一的这种 这种集权专制 所以我 现在很多人在形容 中共的这个集权专制 用很多的形容词 然后我的形容词叫做 登峰造极 无所不用其极 就 中共现在的集权专制 就是登峰造极 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大家发现说 这是一个 国内拥有最大的恶魔 我想这个抵制 通过我们今天 这个讨论会 我相信 可以纳入全球 来抵制中东 举办奥运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发生 然后这边有更多力量 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地方 然后呢 发挥出来 然后诉求 包括可财 我们一下也都讲了 还要跟运动人 我觉得也要跟企业家 当企业家知道说 你不能去支持这样一个 赞助 这样一个 奥运 那 假使中共 奥运记忆体系 那我们要呼吁 所有领袖都不能在参加 哪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去参加 他就是民主的敌人 你现在 不管你 包括现在 我做一个蓝海 蓝海的 那个年轻的领袖 他也说 他不走 现在这个文在寅的路线 文在寅也太亲共了 那 这个 德国的总理 可能还是东德 所以他可能 还比较同情一下 同情中共 但他可能 中共的使用 绝对超过东德 那 这个东德 我相信他觉醒 我觉得 全是应该 我们诉求是 我们不知道 底次是否能够成功 因为奥委会 他们一直想到他们 政府重力 无论 政治重力的背后 和平应该 建立在对 尊重上面 他不是歧视 和 牙字杯的和平 那 要求平等 不能歧视 那奥 如果奥委会 他还是 不愿意 另外就是奥 奥运会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觉得很危难 这的确 因为很多人 他准备的事 比如说 他如果在 这一年 明年没有机会 提取 没有机会 发挥他的常财 在四年以后 他可能老了 所以为什么 底次奥运会 有什么产生很大的一个 两难 因为这里面 其实叫做运动人 他的运动 他的 能够好好表现的机会 被拨动 好 那重来 奥运会 但是我们可以让他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全球 比如说 政治家 自由人士 运动员 然后 又是企业家 共互体制的 奥运会 让他办得回火土脸 今天东京奥运会 如果要阻断 他唯一的问题 是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 所以很严厉 但是如果 明年 中共认为说 他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要阻断 要阻断 东京奥运会 我们就让他知道 你是政治病毒 你虽然控制了 这个 武汉的病毒 但是你政治病毒 太严重了 我们就应该抵制 这种情况之下 产生国际效应 继续对中共施压 谈到这里 我要讲一句话 作为台湾人 我觉得我非常 幸福 也非常感恩 非常珍惜 因为我们通过民主化以后 终于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台湾民主化以后 让我在台湾 贬离恐惧的自由 政治犯 思想犯良心犯 我说 民主化最大的价值 就在这里 民主最大的目的是 恢復自由的权 因为反而是百年费资源 那 为什么我能够拥有这些 最重要的是 民国有主权 台湾有主权 今天香港一国两制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 一国两制 除非中共要民主化 否则香港一定会被打压 不到一半就被打压 中共讲说50年 50年以后 除非中共要民主化 否则香港被打压 是必然的 但是中共在香港 看到一笔指挥 因为他更不知道 香港这么国籍化 全世界多少 自由人士 因为香港被打压 居心 将中共 病毒 这个病毒 带来造成 这么大后果 我相信全球自由民主 越来越多人举行 今天拜登 有机会十四兆英雄 就是 他 是趁着这个 大家反够 这个气色而来 因为民主国家 他会看信誓 所以我说 台湾呢 永久提权 但是台湾 不是用主权 但是 一定要站在自由民主这边 一定要站在自由民主这边 台湾的艰难 就在 台湾内部有些人 刚刚这一次中共党庆 竟然有 三个党主席 连站 彭秀柱 国民党党主席 前党主席 还有新党党的党主席 宋徐 三个去庆论 中共的百年党庆 这很奇怪 國民党是被赶到台湾来 然后现在庆赴了中共党庆赴 他把国民党赶到台湾来 何况中共他现在 这个党庆 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爆料 因为 因为 他招挂全世界 我就这么压霸 哪有一个党庆 就讲说 你看我八战政权 八战七十零 我成立一百人 八战七十零 我还要说再八战一百人 因为我要 我要规划二一 二一 还要党庆 你看他现在就讲 中共要一百人 要还一百人 真的是非常荒谬 那么在我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说 女生奥运 就是所有 对抗中国 就是结合自由民主国家 制定结合所有受到疫情迫害 来危害的这个国家 所以自由民主国家 只有八战 但是受到疫情危害的 那全是有一百多国 几乎出了中共制外 全部都受害 那这样的共同来抵触中共 那么抵触奥运斯一晚 那现在应该要 要截止来看到 中共的邪恶 共同来 让中共倒台 唯有中共倒台 中国人站起来 中国人站起来 中国民主化 它是有两种城市要处理 因为既要解构中共 共产党掌控权力的中套集权段式 也要解构中奥集权的方式 就是要解构政权掌握在某一个人这个段式 也要解构政治权力 集中在中奥权力的这个段式 所以中国民主化有双重建构 一个是解构政权专制 集权专制 一个是解构中奥集权 所以 为了中国民主化 它需要尊重地方自治跟民主自权 这样的建立为了中国民主化 才会大家团队在一起 那一天到来 台湾才一定可以跟为了中国 包括中国或者很多国度票的关系 共同和平相处 也许在那时候 另外一者 亚洲蒙古就叫做欧盟一样 欧盟结合的共同基础 就用自由力给亚 那这个时候 我相信人类的和平 亚洲人的安定 才能够到达 在那一天之前 台湾虽然有种自由民主人权 台湾虽然有用百分之百人自由 但是我们都是在中共依应之下想到这个事情 除了中国人完全自由 我们台湾的自由随时受到危险 这也是我很乐意跟大家交流 我们跟大家一起奋斗 虽然情势越来越乐观 但是整个情况还是很艰难 中国的民主化时光还见不到 但是我相信 国会越来越好 我期待 加共同努力 我们来寻求整个 中华大帝 甚至于包括这个 汉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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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美好未来 今天谈到最后一句话 反人 反人 不见 所以我在日本 见到一个满足的朋友 说他们想要独立进步 但是反人不见 所以 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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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相信 这个 未来的 这个世界 应该是 各个民族的文化 连宗教 历史 都应该被拔过 然后 大家各自发展 然后 建立一个 缓解和谐 真正的和谐的一个社会 是 故乡尊重 而不是像中共这样的 建立一个重要集权 来打压黑人 来自以为是 所以 不是奥运 只是开始 所以 谢谢 谢谢